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聊一聊政治庇护系列的其中一个话题 就是偷渡与政治庇护 一直有朋友们问我,如果没有签证,那该怎么进入美国 其实你没有签证怎么进入美国,就是偷渡呗,对吧 那还有什么办法,你还能时空变化,变过来吗 你还能偷渡呗,你没有签证,你就没有合法入境的资质 那你就是非法入境呗,很简单 偷渡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真的如字面意义上所说的渡 渡船,乘船,从福建广东沿海,横跨太平洋 冒着生命危险,抵达西海岸 另一种就是从一般情况下,就是指从墨西哥边境 直接越境过来,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比如说从塞班岛,夏威夷那边 直接深更半夜的开收快艇,直接入境 或者从加拿大边境入境 有很多这些很奇幻的故事,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但是比较常规的就是这两种方式 一个是像很多福建人那样,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成本巨大,成本是付出生命的成本 据说每一个登陆的人后面都有一具尸体 据说我不对这个刚刚讲的话的真实性负责 我只是听过相应的报道 因为在船上没有医生,漫长的漂泊 所以你一个小病都可能染成大病 当你奄奄一息的时候,可能就会被人扔进大海 反正故事是很凄惨 因为他不想让一船的人受连累 可能就会被,因为你是在货舱里面或者怎么的 他要躲避检查,诸如此类的 反正乘船跨越太平洋,这种偷渡方式实在是太惨了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所谓的厉害了我的国 他的国民居然还通过这种方式的跑到美国来 跑到万二的美帝国主义,简直是一个嘲讽 更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墨西哥签证 因为墨西哥签证比美国签证也好办多了 所以到达墨西哥,然后通过越境的方式抵达美国 这个途径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冒风险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这就类似于在国内,别人说我就开个机店 好像是一件很犯法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开机店这种事情,家常便饭 你开机店,你开个就可以了 你把关系打理好,你就能开了 所以很多事情,它看起来那么吓人 就跟装修一样了,是吧 你不懂装修,你就以为装修好像很复杂 其实你一动手,就那么回事 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所以通过墨西哥边境入境这种事情 看起来很吓人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我这个有个工友,就是这样非法入境进来的 所以身边的故事发生了 他谈起来的话也觉得很轻轻松 也没什么 这是一条路 但是我并没有这个路的渠道 我也问了很多朋友 这个路怎么走 他们的中介还在不在 他们都是回复我 现在不好入境了 中介都懒得回复他了 因为现在他没,中介没有生意做 很多人问他,他自然也懒得回 因为没生意做,他就不愿意回 因为目前还是在川普的打击下 目前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 非法入境的这个渠道很窄 几乎是没有 但是现在据说拜登即将上台 大红车即将又恢复到这个川普上台之前的那种状态 一车一车的人将要非法入境到美国 所以机会又来了 大家自己去攻略一下 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下这个非法越境和政治庇护的关系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根据过去的数据分析 非法入境获得政治庇护的通过率 比合法入境获得政治庇护通过率要高 不是要低 这些移民官和移民法官 他的心,他的内心是肉掌的 他看你不惜一切代价的 非法入境都得到美国来 只是为了像他们的先贤一样 寻求更好的生活 追寻一个美国梦 所以他们一般还会更倾向于动侧隐之心 让你过 所以非法入境到美国 比合法入境到美国 获得庇护的通过率要高 当然我录视频并不是鼓励大家非法入境 或者是合法入境 我没有任何鼓励不鼓励的意思 我只是客观的讲述这么一个事实 非法入境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非法入境并不像你想象中那样 非法,违法,很多风险 其实那些做非法入境的生意的人 他们都已经清车熟路了 他们自己就会评估风险 能不能做 能做他就收钱 他收了钱他就要办事 其实商业活动就是这样 我收了你的钱 我就办事 至于合法不合法 你自己去评估 但是我会让你去入境 入不了境又如何如何 所以具体的这个门路 大家就寻找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聊一聊非法入境的人 办庇护 其实比合法入境的人办庇护通过率更高 拜拜